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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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给老四弄死的 哎不是不是 就这点本事还英雄救美啊啊 别拉开 老四把你变成太监 瞅瞅瞅 要不是小一今天没发挥的好 醒醒醒 你还真是不太好吧 我我我 给那子 你叔叔为了你会遭了多少罪呢 医药费和住宿费你都得给我啊 哎算了我还是自己拿 走 走 你为什么是快生这么快 你难道不要我了 没没没没没你 你做人吧 我好想你 难道你不想我 你别乱摸 放开 你怎么说我的声 你送给你 真好的 哎哎 你别别别别乱摸 这是谁 这老子就不是男人 嗯 嗯 你你谁啊 恭喜主人 做出成功 谁是主人 小一我十八分钟 主人 你已改过童子之声 是个真正的男人 我会送上一份成人礼物 你会拥有一双透视眼 什么 主人 你可是被上天选中的男人 请好好珍惜接下来的人生 哎哎哎喂喂 难道我真的有透视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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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这种关系你打我 再说了昨天晚上那里没看过 那里没摸过 哎呀我知道女孩子第一次容易害羞 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你验情而已不要想太多 你这里是一万块 拿了钱又忘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离开这个房间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不要我又不是鸭子再说了 昨天晚上是你先怎么弄闭嘴 你 喂 哎哎不能停啊 哎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啊 拜拜 一个香巴佬还想负责 做什么美 喂喂 哎 哎呦吃了几百块了 这也不够交主任费的呀 哎呀早知道我拿那一万块钱 哎 哎 啊 啊 啊 走吧我开始上 小伙子 你不再想一想吧 这最高 我就能赚25万 哪有那么容易赚 才今天拿25万啊 我叫他生爹 老板 我就要这招 那你光去呗 好吧 对象 运气不错啊 中了几百 才25块 再加5块 给一张30的会中的更多 说25块 多少 卧槽 25万 小伙子 你运气可以啊 说说25万 就做25 教育啊 哈哈哈 哎呀小伙子 我这对不了 你得去负贷中心啊 对对对老板 我给帮了 谢谢谢谢老板 哇哦 耶 哇终于他们翻身了 你来 向向 你说 你 你就是大哥哥吧 赶紧把人给我带走 成名不双性行啊 你们还有没有异德 我说了马上会带谁过来 你怎么能把它赶出来呢 你以为医院是集团机构啊 你可能要一天是三千块钱呢 你还在出波 你只知道你这些不好的东西 还有那个要死的妹妹 快躲 你怎么习惯呢 废物 上废法 要这个时间啊 好好治治你们的穷病 这些习惯 哥 家长 家长 家长你怎么了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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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必须马上就说 不然会有什么语言 做手术 马上就做 还可以需要三百万 你怎么好了 三百万 张医生 还连中院费都交不起了 怎么可能有三百万 那怎么办 我先再收吧 这都三天 不然你妹妹命保不住了 等一下医生 医生 你能不能先做手术 我马上求到谁就给你 行了 不好意思 这是医院的事 我也没办法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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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来在这儿了 你家不死 你婚了 这些钱给我找中院费了 哥 我不治了 咱们回家吧 傻丫头 别担心了 哥一定抽到钱 给你做手术 你好好休息 能见一面吗 还不来 戴云 谁让你这么笑我的 什么事啊 你借我点钱呗 借钱 张天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还真把自己当成我男朋友了 我还这么想 你们这种臭脑子怎么想的 我心里一清二楚 徐小姐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才来求你的 记住你的身份 你只不过是我为了躲避加速原因 花钱找来的合同男友 再说了 当初要不是你从那路过 我也不会找你 真是定价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妹妹需要钱做手术 不然会没有命的 你妹妹 当初我找你做合约男友 一个月给你五万 我可是记得预知了你提前一年的工资 你也是说要给你妹妹治病友 现在你 你当我傻 我没有骗你 我妹妹现在就在楼上 律师说了 三天之内没有手术费的话 我妹妹就不狠得活了 徐小姐 求求你帮帮我吧 你妹妹 再说我们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帮你 我求求你 徐小姐 我求求你 我妹妹她才18岁 大大年轻 她不能死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找你来假扮我男朋友 就算是假的 想想也真让人恶心 这张卡里面有十万 就当是分手费了 以后别再打电话 更别说认识 我找谁不好我找他 你不这该死 三百万怎么办 要不我买罐罐乐去 好得几家多最大的是几百块 什么时候能操够 师总 我只想讨些小玩意儿自己开个店 您看这骨朵也不是什么名贵物件 要不您就让给我 让你 那我有什么好处呀 要不我请您吃饭 这瓶子就算不是什么名贵骨朵 但也算个宝贝吧 郑小姐 你一顿饭 就想把我给打发了 那您还想怎样 我呀 只要你 我方尊重一点 只要你跟我睡一下 瓶子 我这什么名贵 怎么样 你不吃 什么 别急啊 郑小姐 你长这么漂亮 还费什么劲开店啊 啊 只要你跟我在一块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什么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哪来的小别萨 刚光本大爷的事 郑小姐 你想要这个瓶子 嗯 我这都市员还能见过吗 郑小姐 这是个厌址 别花那么多钱 厌址 小子 你胡说什么呢 老子我在古文街纵横了十几年 这瓶子 一看就是个唐代的制品 至少价值五十万 堂菜 我劝这位先生去看看眼科吧 一个废料拼接的破棚子 最多也就是十块 拼接的 你怎么看出来 三人自己灭 行啊 本来这瓶子 我就没打算让出去 既然你要听这个臭毒瓶的话 那好吗 老板 哎 徐总 刚才有点慢 慢待您了 这瓶子 我要啊 开个价子 徐总 你可真是好眼力啊 这 可是我从西安炒来的一件宝贝 名字叫呢 青花瓷 六耳瓶 我找人见见过 十万 三十万 好 三十万 我要啊 等一下 老板 我出五十万能卖给我 郑小姐 这瓶子真不值钱 别听那么小 闭嘴 你个司机懂什么 司机 搞半天你就是个臭开车的 那你个穷逼在这装什么装的人 郑小姐 我刚才说的话还算数 只要你答应 这瓶子 我就送给你 怎么样 老板 五十万 徐总 你看这 瓶子不要脸是吧 行 老板 你出一百万 你要卖给谁啊 当然是 价格是 价格是 从这 一百万 他也都拿不出来 我看 你让我还是跟着我散啊 沈小姐 我看这屋子里面 有好几样东西 可比这破瓶子 这钱多了 臭臭你 你又开始炒瓶了 哈哈哈 你告诉我 哪一镜 比我就平凡 这两样东西呢 至少只有两百 哈哈哈哈哈哈 小伙子 你脑子被屎炮过来 老板 赶紧告诉他 那里边装的都是 小伙子 你不懂 就不要说了 那箱子里的 可都是没有人要的 坑子火 我的胆子扔了 听见了吧 赶紧去医院 看看脑子吧 啊 哈哈 郑小姐 你要是信我 就把他们买下来 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你 你说你是叶夫妻 我不会害你 你把我 我是真的真的没骗你 上头 闭嘴 老板 把这两样东西包起来 你还真信这个臭 别说的话呀 说这么蠢 这么你还开店 我的事和曲总没有关系 行 那我就看见 你拿这两边破烂 怎么把店开起来 不是 你咋不给我打电话呢 为什么要跟你打电话 啊 我说过要对你负责的吗 是不是 毕竟你的第一次 不准再提这件事 我这种绝世好 那样一点 你知道这些 你还打我 你也情而已 你不要想开 而且你对我负责 要开滴滴嘛 你一个月赚的钱 还没有我一件衣服鬼吧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当晚的事 就当没发生 不准再提 听到没有 你也是这 上车 这好 你不说你怀的东西价值百万吗 我们去验证一下啊 你信我 这两样东西要是没你说的价值 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你 人家 鱼也情 鱼也情 我怎么回事 哎 春春来了 老叔叔 这位是 啊 我一个朋友 叫张天 好师父 好 来 坐 春春 你俩有什么事 还是好 叔叔懂我 您是古玩界资深的鉴定大师 我这里呢 有两样东西 想请您帮忙看看 没问题 拿出来吧 我 冰种阳绿 好劲儿 冰种阳绿 这东西 拿出去 至少六十万 高一点的话 500万 多少 100多少 一百块 一百块 你们可真厉害 那您快看这个 不得了 不得了啊 小叶子坛 明清物件 你们花多钱买的 三万 三百块 初初 这是你买的 是张天觉得有价值让我买的 小兄弟 你懂剑跑 我不懂 凭感觉买的 凭感觉 能买到这么好的物件 可这么多剑啊 那你今天见到了 好好好 你不愿意说 那我也不问你了 叔叔 你也知道 叔叔最爱收藏好物件了 这两样东西 四百万 四百万 好叔叔 您知道我打算开店 所以呢 一直逃些小玩意儿 这两样东西 我只能卖您一件 没问题 这个百将我稀罕的 三百万怎么样 好 乖乖 三百万就到手了 我要是去逃些东西 家家的手术费 就不用筹了 张先生 三天后 有个健保大会 到时候你跟我去 只要你能帮我 逃到好东西 咱们五五分成 怎么样 五五分成 肯定不是一笔小书头 必须去 没问题啊 那就试试张先生了 您是小费 叫我小天就行 我没骗你吧 那又如何 不过是运气吧 谁说运气好 那是什么好 我说我运气 后地的健保大会 可不是小打小闹 运气可不一定有用啊 哎 我刚刚可是帮你赚了三百万 你就这种态度啊 你也太能将仇报了 三百万 拿走 给我了 为啥啊 为了让你知道 我不是恩将仇报的人 而且 你妹妹吃病 不是也小姐 陈小姐 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你别给我摆出这副表情啊 我只是不想欠你的 看拿走吧 这钱我不能收 健保大会呢 我会赚到属于我的钱 行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哎 哎 陈小姐 初初 小三妙 爽不爽 给我接着 我给您 下去吧 怎么想起来看我了 我这不是寻到了宝贝 特意来给您长长眼 啊 这个是青花瓷六耳屏 可以确定是出风鱼堂的 价值不菲 您那收藏柜上的 不是还有一扣 这瓶子放上去 绝对合适 找人鉴定过了 哎呀 我这水瓶 鉴定的古丸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吗 就是清楚 才不信 舅舅 您就信我一回 这瓶子 可是专门从西安收回来的 那可是十三朝古多 专出宝贝 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姑爷 我打死了 姑爷 叫你饶了我 叫你饶了我 姑爷 我不是故意的 下去吧 舅舅 您就这么放着他了 这瓶子我可花了一百万哪来的 废物 就买这么个废品 花了一百万 还有脸说 怎么是那瓶啊 他怎么说我 睁大你的狗眼低头好好给我看着 平街道 怎么会是平街道 我明明 我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做事不要急不要造 你这样 我还怎么敢把我的家业交到你的手里面 这次是我看头眼了 下次绝对不会了 要不是因为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外甥 我是绝对不会把家业交给你 你要再这么给我混账下去 就算是培养一条狗 也不给你一分钱 舅舅 舅舅你吵了我 我再也不会了 你千万别抛弃我 起来 像什么样子 后天的健保大会 你跟着我去 别再给我丢脸了 听见没 是 一个用废料拼接的破瓶子 十块钱都不够 难道那个臭土片 还真是个高手 不可能 他肯定是运气好办了 哥哥砸碎 别再给我碰见你 有钱人的世界果然无法想象 这次的厕所应该比我家都大了 小天 看什么呢 我没看 一会见我的时候好好看 上次我们在这 花几百万的厌品 哎呀好叔叔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人家浪费一分钱 好大的肯气 我说你怎么这么挑战 原来是攀上了毫了 曲少 你说的土编就是他呀 怎么 应该是 一个开滴滴的穷鬼 我哪不会认识 是啊 唐宗许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认识你这种群体 曲少 小天可是我的朋友 所以你说话放尊重的样子 好 哦 你跟这种乡巴老朋友 也不怕丢了您的面 哎 我突然想起来 您以前好像也是个乡巴老 哎呀 这不了解 老乡见老乡 老乡 许阳 豪老可是古玩家的泰斗 不是你能随便侮辱的 泰斗 我看你是烟斗还差不多吧 也不知道是谁在去年的见本大会 闹了大笑话 这只是失误 这烟斗啊 就是这么来的 什么事情 一句失误就解决了 曲少 嘲笑别人之前 也不想想自己干了什么 什么事 花一百万 买了十块钱都不值得货币 怎么 咋死你 找死啊 曲少 为了这种见狗 不值得手气 他这种人呀 什么都不懂 给他个电符 他恐怕都能当宝贝供起来呢 曲小姐 我们之前可是男女朋友 我要是见狗 那你是什么 母狗呗 哈哈哈哈 你不是说和他没有关系吗 你这见狗 你想说什么呀你 怎么没事 舅舅 别来了 好老 我们好久不见呢 还是不见得好 在你外甥嘴里 我就是个乡妈佬 我怎么配合五爷见面呢 不是 舅舅 您打我做什么 给好老道歉 我什么时候给他道歉 我 道歉 好 对不起 好老 我这外甥不懂事儿 我回去啊 一定好好教导他 希望公司 竞拍会马上就开始了 您先请吧 哎 就没认识啊 反正不是我们那 惹得起的人 最好别招惹他们 呸 舅舅 您用到我做什么 混账东西 小心哪天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呀 要不是看在家产部分上 我走着 取少 取少 滚 这枚北北方的指导 经过色泽流域中套 相传是王氏之物 其他价十万 十万 做多只三十 多的做亏 郝叔叔 我可以举牌吗 只要你看中 咱就买一下 好 你可别瞎闹啊 看好了再举牌 放心 我今天一样大赚一票 谁这么叫我 十万 这位先生出价十万还有要出价的吗 二十万 三十万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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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出价一百万还有要出价的吗 继续 许少你想要吗 那我就让平 毕竟许少也不是第一次花一百万 还宝贝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这班值啊 绝对值一百万 我就不信 他这次还能看准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还有要出价的吗 小天 还不继续吗 我看这班值成色不错啊 一百万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先生 舅舅 我肯定 这个班值的价格 绝对不值一百万 我怎么觉得 他是在耍你呢 不可能 像他这个小班 根本就不懂钱包 什么 舅舅 接下来 那才是重东西 您等着瞧 今天呀 一定扔您大赚一笔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块毛料 一块已经开过军窗 另一块是成全料 开过天窗的这块 近开价一千万 另一块五百万 拍下几台 一千万这么够 万一开出来是会废料 也就会大 但是你得住 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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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开的 小天 选哪 全那块没开的 那会开的 已经逃了 说不定都开出翡翠了 这个没开的 不好说 万一 张天 你为什么选择那块没开的 感觉 感觉 又是感觉 你怎么确定这次的感觉是对的 但你选错了 就是血管不归 五百万 我虽然都拿得出 可也不是个小数 赌石可是一道天堂一道地狱 好叔叔 你如果相信我的话 就选那块没开的 我一定不能让你失望 好了 还不赶紧选 连朋友都说了 不会让您失望 反正也就是五百万 对您来说 一点小钱吧 您要是再不选拖 我可就选 我就选 这一块 这一块 我选 我会以为 我要选那块被料吗 皮壳和色彩那么差 傻子才会选呢 你看就盖不出什么好料 但一块 那一块 一千万我要了 曲社真是大手笔啊 那一千万 那送什么呀 小仰 有把握吗 舅舅 我在赌石上呀 那还是很有研究他 之前在律师大会 我可只花了五十万 就开出来假值 двух万万分次 您就相信我一回 吴燕 这点我可以做证 曲社在赌石界 也算是大神级别的 一定没有问题 好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 好了 还不赶紧选呢 再不选 可就没了 那块破石头没人用 一看就是块肺影 群少 我们相信你的眼光 你躲到那块 肯定是个珍宝 小天 要不算了吧 好叔叔 你就信我一次 要是错了 我认为处置 我不是为你一次 大家都说这块是有问题 要不 好叔叔 你就信我这一次 不然来不及了 你认真的吗 当然了 我怎么跟他先开玩笑呢 好叔叔 这五百万 我出三百万 如果赔了算我的 好 我直接的话 还算数 咱们五五五五 四六分成 我四一六 五百万 这块钱都我不要 真是冤蛋 完了 上次没弄 这次还敢冒险 人家愿意花五百万 买了 你下草成细 许少 你既然这么自信 敢不敢跟我赌了 好啊 你想赌什么 要是你选择石头能开出本费 你要我做什么就做啥 如果开不出来 贵心 给我磕头道歉 那我要我的命 你敢不敢 当然可以了 如果你赢了这条命就是你的 那你可不要后悔 在场的人都可以做这 张天 你别冲动 不是啊小天 万一输了呢 我不会输 哈哈哈哈 我懂 那就开始吧 咋碎 你死定 玻璃肿 现在是玻璃肿呀 这哪块掉了 没开窗的那个 张天 你 小天 转大了 玻璃肿至少价值一个亿 我扶你了 彻底扶你了 不可能 快 借我那块 曲哨这下草 一千万呀 就买了颗费的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曲哨你输了 彻去你的彻约吧 跪下 你说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叫我跪下 你怎么 曲哨想耍赖 曲哨 我们都看着呢 你不想耍赖吧 对呀 愿赌服输吗 曲哨 你是我不是起了吗 都给我闭嘴 曲哨 你那帮我呀 这狗砸碎害我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是你自己要跟我赌的 所以没逼你 伯爷 你怎么得高望重 不会帮亲不帮领吧 废物 你自己处理 成果 曲哨 这 怎么想跑 是这样的 你别得寸坚持 你要是想耍无赖的 也可以 我可以放你 反正我见到无赖 不过得去 你 承认了 鬼就鬼 对不起 你给我等着 咱们两个 没完 小江 叔叔 不该怀疑你 你真是个健保奇才啊 运气好吧 哎 这里是五百万 剩下的 能把货币所卖了 再给你表上 谢谢好叔叔 哎 我还要谢谢你呢 哦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嗯 我想请你 以后帮我健保 按赤数即废 非 非用你说的算 好叔叔 您太客气了 要不是您的话 我还来不了这种地方呢 嗯 以后啊您有什么事 直接尽管找我 那就太好了 张天 我也想请你 请我干什么 嗯 没什么 哎呀逗女孩的 好 以后主主小姐呢 请我做任何事情 随时顾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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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 这就是 很快 也别 都 你做手术 你给他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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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脑子纹病人 很快会出现病 park 症 就在手术里面 平平 不 有些疼就还没死 有些疼就还没死 佳佳,佳佳,你快醒醒,你丢下你哥 佳佳,佳佳,你快醒醒,你丢下你哥 还怎么办呢,佳佳 佳佳 长俊 佳佳,哥不能没有,你不能丢下哥 佳佳,佳佳 这是什么 医生 查清原因了吗 你们有病,本身有疑 这是正常 正常,怎么会正常 她心脏的里面就 我是因为我偷视眼才能看到 这到底是什么 这,能够我妹妹再检查检查吗 尤其心脏的人 爸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呼叫蛮谈啊 你妹妹已经死了 想检查去找法医 我们只管活人 你再说一遍 你想干什么 你这是医疗 小心,我帮你抓一遍 张医 医疗报警也持有 你作为医护人员,公然侮辱病人家属 我们有权,让你们赔上精神损失贝 你 你,你,你瞎出去什么 鱼屯 我是病人主罪 我可以负责任说 病人已处于死亡状态 请你们接受这个现实 他的心脏还没有 目前这种情况 还能接触多久 最多 半点 你没有办法 可以让他读下去 你那身边 我已经说了 你妹妹已经处于死亡状态 再做什么 都是无用的 你这么说 人家家属该多难 你妹妹放大空气 小兄弟 我他们叫你妹妹 怕是有点难 什么意思 我你妹妹先走那车 你看到的是吗 我你妹妹再怎么 留在这没用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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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能救我妹妹 你要不能救我妹妹的话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的 啊 不是 你是那个酒床的病人 天天神神道道的 现在又跑在这里来乱说 我乱说什么 怎么忘了 之前就在你隔壁的那块里了 你说人家有血光之灾 害得人家家属天天跑在医院里来闹 你要是有病的话 就去精神病院 啊 你要介绍你妹妹 其实是谁 别忘了干净你我跟你说 你妹妹还有证 我儿子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懂人话呀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被骗了 最后可别找我们医院的麻烦 你妹妹有努力的骗 你在这里面后 我妹妹有 我等你妹妹 火过来 我等你妹妹 火过来 等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晚上一会有血光之灾 你你你 你胡说些什么 脑子有病 先生 我知道我们的救魏妹 请你帮帮我 不管付任何代价 好 好 我这块玉 你别挂在你妹妹身上 明天晚上12点之前 来医院里面找我 过时通过 张天 你真的相信他 这世上确实有很多吉人 但很难说他不是个骗子 他不是骗子 就算是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就一定会重拾 我带你回去 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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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 前脸看刚出的月 今天又出了车祸 真是噪音 wach纸 不 不会的 那就是个神经病 你 你 要干什么 不知你们 快走 我来一回 怎么样 是宝贝吧 是个宝贝 顶多值30万 听说徐少爷 是花了100万元买的 有点亏呀 30万 您再仔细瞧瞧呢 这种橙色 怎么可能只是30万 我在古安行 几十年了 从未施过手 这种东西 一眼变之价格 徐少爷是怀疑我的能力 五爷 东西我已经看过了 我就先走了 舅舅 他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我觉得这东西 肯定假的不费 要不 您再找个人 再找一下呗 来人呢 把我的鞭子拿了 舅舅 您 您拿鞭子干什么呀 废物 我的脸都让你给我丢尽了 舅舅 我错了 我错了 既然要当我的继承人 那就应该接受我的惩罚 你不是说你在赌石上很有研究吗 怎么就赔了一千万 蠢货 哎呦 这不就 那神仙也难忘退役啊 这回 是我看走眼了 下回 不再不会了 下次 你还想要多少的下回 我真怕我把家臣交给你 你都得给我白光了 不会了 不会了 舅舅 我是您亲外人 您得信我呀 都是那个张家 都是他开的 那个鞭子 还有这个班子 都是他扣我的 舅舅 你 你得信我呀 那是你蠢 舅舅 您得替我报仇啊 只要您替我报仇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学习 真的 别好了 虽然你是个蠢货 但欺负我的人 要付出代价 对 一定得让他付出忐痛的代价 就 要不 我们只先找几个人 坐 说你蠢 他真是在夸你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 要让一个人 不服满足 并不一定是杀了他 还是让他 生不如死 对对对 还是就就厉害 去 查一查 张家 最在乎什么 不要让他永远都活在痛苦之中 还有那个正楚楚和那个豪远 正楚楚那个表 您交给我收拾 管好你的下半身 而死在女人的身上 是 您好远 怎么注意 我听说 他在古环境 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地位 狗屁地位 对他的方法更简单 我听说 小小 哥一定会把你救活的 怎么了 有老鼠 这个屋子太老旧了 经常有老鼠 吓到这儿了 你看什么 没看什么 你和你妹妹 你住在这个地方吗 我妹妹住校 要是她和我一起住的话 我会找一个更好的房子 那你父母呢 我妈去世了 我和我妹妹 是养父带大的 养父哥也来成 所以 救我 那你的亲生父亲呢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没事 对了 我刚才新闻 昨晚那个护士长 好像被病人家属刺伤了 那个人说的话好像是真的 你今天晚上要去见他吗 去 这是救我妹妹唯一的机会 那如果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只要能救我妹妹 要我的命都可以 好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提 现在就 什么 晚上 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我妹妹 他一个人 我不放心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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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骗我的 骗我的 差点就迟到哎 你小子这么准时干啥 不是你说故事过后的吗 那我们这行就装点披子啊 这个你还真信了 你干干啥呢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笔人悬门第18代的荡上 专门替人砍风水 才懂点意见大师 你是风水大师 那你是看到我妹妹胸口上的黑气了 你别管我是怎么看到 你是怎么看到 我能偷视 后续 果然没找错愿 什么没找错愿 什么意思啊 先不说这些 接受你妹妹的事 我确认你觉得 真的 不过就想说 你要付出 没问题 什么代价我都可以接受 哪怕是我这条命都可以 嘿呀不至于 我能帮我找一个 什么东西 一块儿色的地方 这边有缘人发 有缘人不能看到玉可签字 而你 就是那个 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 或者你至少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吧 我也不知道 你是有缘人自然能找到 这东西找到玉的事 就是你妹妹苏喜的事 那个可以先救我妹妹吗 我怕她 她带着我一块玉 好 好我一定找到 希望到时候你去诺言一言为定 不 你给你 那快回家 什么快点 哈哈哈哈哈哈 非能在天 大人造 终 终于找到 张剑 是你回来了吗 张天 张天 哈哈哈哈 你是谁 我从不刷任务之外 让我找你 你给我让开 你再靠近一步可就报警了 你让你不让开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不会让你伤害她的 你这门 不得了她吗 哈哈 哈哈 既然你这么负负我 嗯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我杀了 不要 送我去黄城路 不要杀了他 你干好了 谁呀 啊 啊 那我就先杀了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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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又来一个老人 谁派你来的 等你去了地方 认言我 去死他 不要 这怎么回事 难道我权力门透视 还有其他伤害 你没事吧 没事 说谁派你来的 既然有时自尽 他们的目标是家家 家家有不做什么人吗 我想他们的目标是我 你 难道是曲阳 还有可能 你说的那个物业 又很毒辣 我杀了他的外産 他还有可能想杀了我 我报我 太恶毒了 那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冰来浆浪水来吐淹 而且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世上紫苏的余这么多 这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啊 所以我想问问好叔叔 有更多数换 好叔叔 你让我再去吧 你让我死了算了 可以 好叔叔发生什么事了 你都怪我没事了 我活不了了 好叔叔到底发生什么了 这说也没给我 就叫我说 好叔叔你冷静一点 你有什么事您说出来 说不定我和抽手可以帮您的 哎呀你们帮不了我呢 好叔叔 您说出来一定有办法的 对呀好叔叔您说呀 你都怪我都怪我呀 我啊我平时就是我爱好着赌啊 还有小赌一把 好叔叔您怎么又去赌了 您不是说再也不赌了吗 哎呀 前天不是我和小天我们赚了一把吗 我想着手痒痒痒就去 谁知道 一下把本都赔光了 我现在是没钱了 小天啊 我对不起你 你的那个不定组 你让我给赌数啊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好叔叔 是哪家赌场 他还有赌场 我看一下赌场 那是五年手下的赌场 所以您现在是伍德寨 看来他们一定早有赌 一定是徐阳和你一向来的 这些赌场都不再也是 放心 我叔叔 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 这是赖蛤蟆打哈欠 你好大的口纤 鱼啊 我没去找你 没想到你自己送送的 吵我干什么 你要是想找死的话 倒是可以理系我 是不是你派人去杀了 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凤琴你一个妹妹 早已经快死了 他用得着我动手了 果然是你 什么就是我 你不用了 老子今天是来收股债 黄老子 你才比舅舅 赌场欠的一个亿 还钱 你不是故意害我吗 谁害你啊 我们是拿绳子拉着你去躲 还是你输钱不让你 少他们废话 钱呢 我们钱了 都输货了 没钱 那就拿人命去找 谁敢躲 小子 还装逼呢 老子今天就看 可能有多大本事 兄弟们 斗死了 小心 听了的 收拾了他们可就该你了 你放开我 你要是现在刚刚的温柔 都说了几句 说不定待会 我还要好好的重新你一下 你怎么 你放开我 我叔叔 这么担心他 那今天我就当着他们的面 放开我 放开我 去 一个畜生 出出出 啊 我 了干什么 你不能动我 动我 你很狠 你觉得我胖吗 去啊 我和你无恋无仇 你一直在走岔 还伤了妹妹 你踩着我的底线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放心 我是不会杀你 我怕你脏了我的手 谢谢 我再也不会得罪你了 真的 让你伤不如私 还没结束 小天 那个五爷可不是好惹的 他不会放过我 没事 你先由我何事说 我这次来是想跟你 你说 我想找一块紫色的玉 上面有个梁花纹 你说这放月也太广了 我见过的紫色的带莲花纹的玉 至少有上千件 还有其他信息吗 没有了 那就这么难了 没事 我再找找吧 小天 叔叔现在是身无分文 还欠一屁股赛 我也知道 这是我该 可是现在只有你能帮我 您别这么说 您有什么事 直接说 我一定会帮您的 这过几天 有一个赌事大会 以你的能力 一定能赚一把吧 到时候 咱们三七分 我三 你七 我也不多要 只要能重振七五就行 当然可以了 我之前答应过帮您健保的 还有啊 您下次 别再有事 别那么冲动了 只要您来找我 我一定帮您了 是啊 郝叔叔 您怎么能想着自杀呢 都是我贪念太重 是我害了我自己 我咋好意思 麻烦你们的 郝叔叔 您下次可不能再读了 不会 不会的 怎么样 手臂还能恢复 但下面受伤太重 没办法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废了 不能够传宗接待了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是这样 废物 等他醒来 告诉他 以后 我没他这个外甥 您 您这是准备 放弃去伤眼 我的家产 不能让一个 不能传宗接待的人 积成 我是一个精英 那又怎样 废物 我给过他机会 可他一点都不像我 当时那个张圈 我还挺欣赏的 那张圈可是把区少爷 给废了 一个蠢货 废了就废了 去查一查张圈 最近在干什么 我要好好 会会他 你 您这 快去 是 你还真做 你这净是农家举办的 农家啊 哪个农家 这十六 怎么做的 这毛链这么大呀 说不准 里边肯定有好东西啊 哎呦 这可说不定呀 我看这里边啊 什么都没有呀 快快去看看 哎我说说你 我操 这么大事 小天 你看这块树怎么样 呦 这不是前几天 在那个剑谱大会上面 购买 玻璃种神人吗 还真是他呀 上次大家都不看好 可他坚持要牌 最后还转大了 哎 真的呀 这么牛逼 说不定是他做的奖呢 这世道啊 难说 真是人怕出名祝福 张先生 老师说你看 哦 我看看 原来高人看毛料 不用放大镜的 别瞎说 这光线 用不用放大镜 这影响都不大 我去 这 这全都是翡翠啊 怎么可能啊 要是买下来 还不得省首富啊 小天 怎么样 如果说出这石头的真实价值 说不定会引起其他人宽度 到时候 抢的人多了 不一定能买下来 以我的经验来看啊 这就是块费量 一轮的 这么大块石头 里边什么都没有 好叔叔 您还不相信我吗 上次健保大会 我说有翡翠就有翡翠 我说没有就没 好叔叔 张天一向看得准 我们要相信他 我当然相信他 只是觉得 邪了 好叔叔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既然他说没有 那恐怕真的没有 走 咱去别的地方再看看 真有用 就算他不说 我也觉得这块石头 是个废的 我都看了这么久了 什么都没有 还浪费了大半天 咦 这不是龙少 他也才 掉 那我们不就没戏了吗 龙少呀 可是赌世界很有威望 一般他看准的石头 都不会错 龙少爷 你是赌舍界的大神 能不能帮我们看 按道理来说 这个赌舍大会 是我们农家主办 就是这个人 一口咬病 这块巨石呢 是快飞着 我觉得 他会成功 最佳是农少 你是哪家的 怎么之前没见过 农少没见过我正常 我啥也不是 就是个 现在真是什么人 都能玩赌舍的 你说这个是费量 我觉得是 来来看 好 这才是专业的样子 一个司机 还敢来凑证呢 真是补费量 要是 他也看出来 龙少 怎么样 运气不错 确实是个费量 原来 这就是大神的水平 真是费量啊 龙少都这么多 人家不会做的 运气不怕 又什么了不起 哎 我说你这人怎么故意找啥呀 人家得罪你了吗 行了行了 独自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希望各位有业参与 到时候我们农家 会以高价收购价值 希望你还能有 走走走 这农家设业可真够傲气 哎呀 农家 独自一流家 他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 当然谁都不放也来没有 他父亲是不是农夫品 对 对 我还要 你知道 神的石头 怎么了 啊 没事 没事就好 我们去看其他石头 哎 等一下 叔叔 帮我把这块石头买下来 为什么 你不说这是块废料吗 哎 小条 难道 对 哦 我明白了 看来这块石头啊 价格不肥啊 原来是这样 看来这农家少爷实力也不怎么 嗯 我下去 什么 怎么了 冰具飘花翡翠被开出来了 我的老天爷呀 这冰种飘花翡翠 那可是顶级翡翠 千年难遇呀 而且 不是一小块 是超级大一块 石头里面全都是翡翠啊 哇 哎 这得是多少钱呀这 哎 哪块石头开出来的呀 是三十五号时候 三十五号 不可能 刚刚农少亲自鉴定过了 那就是一块废料呀 嗯 就是啊 怎么了 农少 他说那块巨石 开出来了 冰种飘花翡翠 不可能吗 那块石头我看过了 应该里面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搞错了 农少 没有搞错 是三十五号 我去 这谁啊 啊 预期不好 可不是吗 花三十万买了个天价石头 这这也太傻了 是呀 谁买 是一位叫 这不是我的 是你哪位 是我 哎 这不刚才就和那个司机一伙的吗 哎 是啊 刚才那司机说那块石头是废料 他怎么自己买的呀 是啊 你故意 他绝对是故意的 妈的 他竟敢骗我们 好 不行 啊 这块石头必须给我叫出来 刚才 要不是你们骗我 我们就买了 对 叫 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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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给我叫出来 叫出来 必须给我叫出来 各位 不只我一个人说这块石头是废料 龙少爷这个赌石借的大神 不也说这是一块废料 我说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信 反过来你们现在又怪我了 哎 东西我也没有骗你 我就是个司机 我哪会懂赌石啊 那你为什么会买 这个是我 穷了 其他各个石头都要一百万 就这个三十万 我想还够货 是 哦 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什么狗屁道理 他肯定是在罚我们 龙少爷 这种人你不能放过他 那块石头 也不能给他 我看你是眼红了吗 这你骂的 倒什么乱了 龙少爷 他肯定是老 你 我们农家最讲信 既然是这位先生先买的那块石 不管什么缘由 那都数 还是农少爷讲道 就像我说过了 我们农家会收购最有价值的事 这位先生 活出一个亿 把石头让 龙少 一个亿有点少了吧 那可是冰肿飘花翡翠啊 嗯 对 你这不是欺负我 看不懂啊 他们都说了 他天下 你说一个亿 是不是有点 我想要 先想别笑 我也是陈兴 不想卖 那这样 我出云业买其中的一块 龙虾少爷是听不懂我说话 一块 那我要是非要买 哟 这打算抢买抢卖了 小条 抢乱要不买 只要你信龙 我哪怕给路边的企业 一块都买 看来你是真想跟我们农家都对 这一块 你干什么 你把事情闹大了 来不及了 他已经死路了 张天使 知道惹了我们农家的代理是谁 怎么想杀了我 农家的势力都这么大了 得否许主罢了 那也怎么办 再说 我们农家就是拔 我去大家来听听 农少爷承认他自己杀人了 大家快报警了快报警 不是吧 农家真的要杀人了 以前不是听说 我叫 来人 把这个小子给我扳断 再给我扔 来人 农学志我们这话语你敢生胸 没有办法了你 动手 哎 你试试我的 怎么回事 这小子闹事 正准备赶出去 这小子 我认识 五言让您看下我 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五言你认识 我也得认识是爸 这不是个可不 他就是个司机 闭嘴 五言的话你也敢置疑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农老爷这么尊贵的人物 我怎么会见过 不对 我们也对见过 爸 你是不是搞错了 闭嘴 刘婉荣 刘婉荣 快说 他到底是你什么人 快说 他到底是你什么人 你有什么资格 听我母亲的名字 你母亲 刘婉荣是你母亲 那你不就是我 闭嘴 爸 我 你真认识他 谁知道 他可是你的哥哥 我说了不准说 哥哥 我怎么可能有哥哥的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儿子 爸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和他母亲以前有点缘分 后来也想误会 我真没想到 他母亲竟然多分 剩下我们的放屁 就是你为了寄生扎义 抛弃了我和我母亲 后来又派人杀我 我母亲为了护我 被你的人杀害了 痛疯了 海上 你都是从哪间的这些事啊 我和你母亲 你可是真心相爱我 怎么忍心伤害你们呢 你们是从后 我可是找了你们很久啊 你以为我心里的鬼谎吗 坏的 我知道你对我有些忧 这样 咱们先回家 我会再慢慢聊 爸 你怎么能把这个 丝终子弹回家呢 谁知道 他可是你的哥哥 我不对你这么说的 屁的哥哥 我才不认 屁啊 别激动 什么会认你 想让我去母虫家可以啊 我 你死绝了 难道 就真的这么恨我 我想恨你 我还想让你死 各位啊 我今天有些家事需要处理 今天的赌事大会到此结束 烦请各位 请回吧 你们先走 你会不会有危险 没事 他们顾问 可是我担心 没事 小天本事你也看到了 走吧 吴宝宝 吴宝 麻烦您 也先一步到一休息室 等我处理完家事 再来找您 好啊 张天小子 我们后会有期 现在没有别人 需要再谈 我是你的父亲 你应该对我尊重一些 我的父亲是张不亮 而不是你这个英雄 该死的老东西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如果愿意认我这个父亲 就乖乖的听我的话 去国外省 我给你一千万 阿德 盯着里面 若是张天斗得过农家 看着就好 若他只是个废物 杀 小子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一千万 你打发叫花子 你问问你的好儿子 他刚才可是要给我开一个亿 不愧是 他走狗事院 开了块天价粉碎 不愧是我儿子 谁是你的儿子 嘴巴别乱吐 你如果再敢在我面前放肆 别怪我些废 我可不需要一个孽子 你笑什么 你以为我不敢 是啊 你有什么不敢 那我 要不是我母亲 我早就被你杀死 我只一双腿呢 龙和平 你记住 你不是我父亲 你是我杀了你仇人 我会和你不死不凶 要是你把那个奸人 故意爬到我的床上 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我杀了他 要是便宜 龙和平 我不准你侮辱我妈 再不死 我撕了你的嘴 老崽子 你真是不识笑 老婆他都陪 是 你死吧 龙家只能有我一个继承人 女子 你想干什么 当然血在血虫了 我可是你父亲 杀了我 你会受天险的 你都不怕我怕 爸 你先走 我来对付 你打不过他的 好一个父慈子孝的场面 好心 跟你拼了 杀杀杀杀杀杀 你是流水 他可是你弟弟啊 你我都不认 我不认他 死了 上面有油耗吗 这就是那个张大师说的 你也有乾坤 绝对是 你想干什么 怎么回事 你想要这块玉 没用的 只有佩戴这人才他拿下来 我把玉给你 爸 不能把玉给他 这是我的护身玉 没了他我命就没了 我杀了他 我照样的吗 没用的 只要他死了 这块玉也会立马碎的 好 我答应你 把玉给我 我得放他 许致 我把玉给他 爸 不能给他 这是我的护身玉 没了他我命就没了 你冷静点 他说因为你体弱 我才给你求这些块玉 现在已经好了 拿下来 给他 真的没事 我还能骗你 你最好说到做到 放心 我不是你的 我负责 我这次不杀你 你代表我以后不会来找人包屁 你最好的一个人 或者朋友心情好 是不是 会再给你一个活着的机会 学生学生离什么了 那倒是因为这块玉 你没事就好吓死我 你别误会啊 我这是 手条 知道 从你都等着掉眼泪了 我没哭啊 没哭 没哭 别耐心了 我没事 哎呀好叔叔 你真是破坏风雷的一把好手 我这和蜂蜀这身心被忘了 谁跟你生气 哎呀 以前的冰冷女王又跑出来了 你温柔的蜂蜂小姐呢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应该就是大师说的那颗玉吧 哎 你找到了 太好了 这下交交有救了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大师 这 是这吗 他给我留的地址是这啊 来先去看看吧 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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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死了 谁死了啊 瞎说什么呢 谁死了 张大师 你咋了 怎么每次我见你 你身上都有心伤 来 你替我说说啊 我好心给他们算命 他们不信就算了 还 还打我 原来你这是被人打的呀 你该不会每次都说人家有什么 血光之灾吧 他本来就有啊 我救他们还打我 这是什么一天里 你们来找我干啥 不会是找到那块玉了吧 哦 对 走了 快给我快给我 我找到了 师傅 突然不复所望 终于找到 子龙玉了 你老人家 可以安心 张大师 这块玉对你来说很重要 是啊 它是从我玄门祖师爷手上传下来的 是守护我玄门的众道 可是 五十年前不慎丢失 我师傅 就命我一直寻找 并且算出来会有影员人帮我 你就是这个人 五十年前 你保养的可够好的呀 这是重点吧 行了 你帮我找到玉玉了 我也该帮你命运治病 好 好 怎么样 就 拿回水过来 起来 你 上天 一会我的去 他到处可能不论一点 你要把这个二生 一定要管 如果你去 如果喂的话 你放心 找个 好 好 我被拆手 快点 你快点 快呀 小嘉 没事 快点 快点 大师怎么会说 这不应该 他身上的黑鞋怎么更加厉害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肯定是漏了什么 大师 我们没事吧 你一定要救救他 把那个行李箱打开 跑 就是这个 这是我妹妹小时候 杨复送给她的玉 有什么问题吗 这块玉杀气很重 就是她害的 妹妹被病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怎么会害她 那是她新生女儿 你害得一火年少 先救人 啊 我 小嘉 你好了 我之前一直觉得胸口很闷 很难受 但现在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感觉全身都很轻松 太好了 你担心死你哥 大师 谢谢你 你帮我找到了子龙玉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过那块血玉是知音之物 我们不应该出现的乱世 看来是有人想害你们 而且心肠十分 佳佳 我记得这玉是咱爸给你的吧 这是我小时候在咱爸柜子里翻的 我看着特喜欢 我就闹着让他怼我了 那咱爸有说是从哪来的吗 不知道啊 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 喂 小天 你和家在城里怎么样 爸 你还记得您给佳佳的那块玉吗 你问这个干啥 我就想知道那块玉从哪来的 终究还是瞒不住 什么瞒不住 您说清楚点 是您亲爸给我的 您说罗和平 对 在你十二岁的时候 那我还不用掌握了 我家里的结果实在不愈求 我把他带回去 可他是你亲生儿子呀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求你 把我把他养的 这里是一百万 就当是报仇 我不要 既然你不认他 那从现在起 他是我儿子 这是我孟姜的转世之宝 这是我孟姜的转世之宝 后来佳佳非得闹着药啊 我一时糊涂就给他 小天 我对不起 害得你们父子 不能团聚 爸 你被那个老东西给骗了 什么 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我妈就是被农和平 这个杂碎给害死的 他本来还想杀了我 我逃走了 后来被你给收养了 那块鱼是害人性命的 佳佳身体这么多年 一直不好 都是那块鱼害的 都是我害了佳佳 都是我的错 你别自责了 都是那个储人 才会演戏了 您放心 佳佳现在身体没事了 那就好那就好 真是糊涂啊 农和平这条老狗 真是好算计 你准备怎么做 我已经给过他们一次机会了 这次我不会再给他们机会 我训识民家 年轻人 千万不要一气勇士 杀孽造多了 可是会被反射的 杀奴之仇 还没知恨 岂是一句放下 头刀立地成佛就能解决的 凭什么好人就要受罪 坏人就可以逍遥法外 我同意 农家近年来杀害了无数老百姓 要说造杀孽 他们才是千古罪人 就是 坏蛋就该受惩罚 哥哥 我支持你 你们 也罢 因果循环 总会有什么意义 不过呢 我刚才说的话 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千万不要被仇恨 蒙蔽的说 爸 爸 我好难受 是不是要死了 周老 快想办法救救我啊 这人有七魂六魄 而令公子先天缺少一魂呢 所以他体弱多病了 先前他带有一块玉 能够填补他那缺少一魂而丧失的经济 可是现在那块玉没了 这就很难说了呀 爸 我不想死啊 周老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倒是有一个永绝后患的办法 什么 只是此法过于阴险 极为损福报啊 你确实要用吗 不管任何办法 只要能救我儿 我都愿意去掌声 好 这办法其实也很简单 令公子有没有铜血脉的兄弟姐妹 用其精血浸入公子体内 你比他那缺少的一魂 但是满血之人必死 可是我只有他一个儿子 也没有其他大兄弟 那就没办法了 妈 那个张天不也是你儿子吗 把他都写话给报 那张天和令公子是同血脉吗 你说话呀 你是不是不想杀了他 妈 你不能这样 我才是你儿子 他就是个私生子 你忘了 刚开始 你还要杀了他呢 妈 别 我从小不要给你这么多年 他只是一个私生子 你忘了 他上次还是要杀了你的 爸 别着急 小老 只要换了血 我儿子就能和正常人一样接抗吗 只要补充杂肚 都没问题 来人 老爷 想尽一千万万把张天给我抓来 上司已经不重要 是 既然你不约认我这个父亲 那就别怪我狠心 我回去吧 剩下的路 我自己走 张天 你真的想好了吗 虽然我相信你的实力 但你这看了可是整个农家 从我毫无意杀了我爸那颗气 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以前我没能力替我爸报仇 现在是时候做个两段 你明白 你做了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等你 龙和平派你们来的 张天 你要是乖乖跟我们走 也免得受皮肉之苦 我要是不能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正好 我也没打算客气 上 龙和平 你老子滚出来 龙老贼 给我砸嘴 你老子滚出来 你以为派的这几个废物 就能够抓住我 何必打罪走走 我本来就要来找你 小点 再这么说 我们也是亲父子 没有必要闹到这个局面吧 你不用跟我演戏 我不吃这一套 那天吃之后 我想了很多 你恨我是应该的 毕竟 我确实对不起你把我辞 你又想给我玩什么把戏 我只想和你心平气和的聊一聊 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 如果到时候你还想杀我 绝不反抗 你难道 就不想知道你武器的所有事情 你先喝点水 我怕你给我下毒 我是你父亲 怎么舍得害你 那这是什么 这正是我要给你解释的真相 当年我们农家处于权力针锋最厉害的时候 如果一旦失去继承权 那我就会没命 我父亲给我找了个未婚妻 如果我拒绝 就会被成为妻子 我没有办法 为了抱你们 只能找人叫你自己 放屁 你明明就是想让人杀了 真的不是我 都是那个蛇蟹东夫做的 你是说你那个未婚妻 对 他发现你们存在的时候 就派人去杀你们 当我赶到的时候 你母亲已经死了 当时农家的身份还没有结束 我不能把你带回去 只能拜托你的养父来照顾你 那这属于怎么解释 你告诉我 这块月真是我农家的传世之宝 没想到这个毒夫竟然为了害你 在这狱上做了手机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可我在去找你的时候 你已经不见了 我以为你 可真是没想到 我们父子终于有团聚的一天 所以这一切都是误归 没错 这都是误归 你的故事可真精彩 但是我一个字都不信 小点 你为什么不相信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别人会不会学回信人话 但是我太清楚 你就是个自私自利 虚无恶毒的杂传 好 确实有几分下 这倒让我有点舍不得杀你 想杀我 你没机会的不合平 今天我一定要你学寨学成 你对我做了什么 跟我斗 终究还是愣了 你要怎么做啊 把他们两个的手腕 隔开 你不会出什么的差错了 留我在 放弃 入手 不会出什么事的 哎呀竹竹姐你就别担心了 我哥一定能打败那些坏蛋的 我心里很慌 总觉得不对 那神明终于来了 张铁一个人去了农家 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月姐 我恰致算一下 怎么样 我服相依 什么意思 从挂墙上来看 他应该没事 但是 但是什么呢 快说呀 我哥到底怎么了 我只能说 如果我过这一剑 必能凭得起 如果我 如果他 你的意思是 他还是有危险 月姐 我要抱歉 他不能出事 哎 他们已经该有这一剑 我们任何人都帮不到他 只能呵抗自己 竹竹姐姐怎么办呀 都怪我 我不敢让我哥去的 我太笨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只能干等着 我相信 他们度过这一剑 我要用你的命换我儿子的命 当初我给过你机会 你要是当初任我这个附近的话 些许我会饶你一条命 陆可平 你这个杂碎 我做鬼 我放过你 你妈那个建人当初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现在不 咱活得好 啊 陆可平 朱朱 对不起 我回不去了 你们是谁 吴妍 您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 我的刚儿子就要被你弄死了 刚儿子 没错 张天 就是我的刚儿子 什么 他怎么可能是你刚儿子 既然你不肯认他 那就由我来当这个父亲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吴妍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肯定无冤无处 你拼着什么抓我呀 且不说你想杀了我刚儿子 救你们农家 那么大的产业 也是时候交到我的手里了吗 你别做梦了 我农家怎么说 也是纷争的医疗家族 请示你 你想把这就能把这的 哈哈 之前我们合作过的项目 合同 好好看看吗 你害我 那是你 蠢 要不然 我怎么能害得了你 阿德 是 把张天给我带走 不可以啊 你那解开 找找两个人都得死啊 这么麻烦 说 怎么解开 说 要不然 我把你的血放干了 我说 我说 只有其中一个人死了 才能解开 其中一个人死了 好办 阿德 是 杀了农家那个病秧子 住手 乌言 乌言又不能杀他 明天又为了我农家的一切 就是你放了他吧 哈哈哈哈 我连你都没打算放过 又怎么会放了你那病秧秧的儿子呢 阿德 动手 不要 不要 我求你了 求你了 我求你了 求你放了 阿德 还愣着干什么 小事 你个宋子才能够凑事 你怎么 你怎么会遭报应啊 那你可要看清楚了 现在是谁在遭报应 向南 小事 我向南 我向南 希望我感受到这 有 小事 我现在仙是 我才比我还能赢你 我才比我还能赢你 放心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小天少爷 这是干净吗 您换好衣服后 去饭厅用餐 你是谁 我在哪 先换衣服 怎么回事 难道我穿越了 没有 小天你来了 是你 是我 来吃早点 这老狗耍什么化妆 先探探情况再说 小天少爷 这是我们五爷 专门为您准备的早餐 别少爷少爷的叫我 不习惯 小天 我知道你以前的日子 过得不太好 现在你是我儿子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将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你说什么 我是你儿子 没错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认什么爹 难道你不愿意认我这个爹吗 你怕脑子净水啊 为什么要当你儿子 再说 我便也不熟 我可是非得明白之 你疲惫喔 你一点也不熟喔 设计 什么设计啊 废计什么的 你看这年纪也不老 生个儿子 绝对来得及 赶紧自己生 小天设计 小天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有些事 我对你也就不瞒着 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意外 失去了生育功 无法孕育而你 你下边也飞了 小天 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 希望你对我说话 尊重一点 我老是 谁通论你闹口 我们赵家在封城 不管是财力还是权力 都排在狩猎 成为我赵盛的继承人 你将拥有巨大的财力 和无上的权势 不好意思 老子不稀罕 你找别人 我可是把你从龙和平的手里救出来 你就这么对我吗 你救我 如果看在我有用吧 不然早在我费了你外甥 就该来找我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那我要是替你杀了龙和平呢 我以为你早就杀了他 你的仇人自然要你亲自来了结 来人呢 带上来 我和平 你怎么这副鬼样子 小姐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求求你原谅爸爸 你脑袋是被理解吗 啊 你在杀我和我妈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是我父亲 我 我跟你说 我喝不到之后你的金和你的血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求求你原谅爸爸吧 我原谅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不想死啊 那我妈就该死吗啊 让我放你 做梦 快 来来啊 你杀了我 我儿子杀了老子 可是又找姐打了一批的 气死 我以为你先死了 有老子当年能犯狗崽子 你知道 你知道我十五年前明明找到你 为什么没有杀了你吗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 到底能活多久 你有爱我心里的鬼 这次我没有骗你 你是我农家的权美 我怎么舍得要了你的命啊 闭嘴 我不相信 当时因为甲族内斗 我没有办法把你带回去 那是被甲族其他人发现了 你肯定活不了 所以 所以我给你找了一块血液 想到你要是侥幸能活下来 那我们 终会有相继 我让你闭嘴 没想到你竟然活下来了 我很高兴 如果当时应该叫我一生父亲啊 我也不会闹到现在这个局面啊 那我爸呢 我妈就该死了 你别提他 要不是因为这个贱人 我就不会差点措施农家家庄的地位 别以为他给我生了你这个儿子 我就会放过他 就算我杀了他 我也要叫他出国养灰 我和你 像你这自私自立的人 你现在到死了你还不知会改 我根本就没有错 人不为己 天主地面 更何况是你妈那个借人性勾 你以为他是什么好的 他就是个借货 他是一个万人群的阴风 杀了你 我才告诉你个秘密啊 他当时是有结婚的对象的 是我强奸了他在身的你 可惜没有录像 要不然 然后让你看看 他举在我身上 那个厌大的样子 我骗 现在就让你下去 给我妈妈一脏 你杀了我啊 怎么 你是不敢杀我 还是舍不得杀我 我杀了你吧 你居然不敢杀我 我的好儿子 你小太多了 我只是不想让你打扰我妈的亲戚 你不许下去见 我的好儿子 你会杀了我 想一想 你妈可是为我杀的 你想想他死的有多次 你果然是我的时候 我的好儿子 现在只剩咱们两个人 小为啥把意思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咱俩好好下注 来 教个人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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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我 既然你下不去手 我帮你 怎么样 我替你血认了仇人 肯做我的继承人了吗 就算没有我 你也会杀了他 别说这种虚伪的话 我是不会当你的儿子 也不会做你的继承人 你可要考虑清楚 做我赵胜的继承人 不要做我的继承人 你要是叫我生爸爸 我倒是可以考虑活 好小子 胆子够大 既然如此 那就把命留这儿 阿德 把他的头 给我砍下来 其他的部位 让出去 喂狗 真疼吗 变态 动手 你看到 他挡住 放不走 我们之间的事 小子 有点本事 但在封城 还没有我 杀不了的人 五爷 你不要小心 他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招式 那我就更得跟他过过招了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厉害 小子 看掌 我这个人 向来不给别人多留机会 但是我很欣赏你 最后再问你一次 要不要做我的继承人 给你这条老狗当继承人 我还不如去死 有骨气 那你就去死 怎么感觉刚才的力量更强了 有去见鬼了 刚才不是把你扔了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难道刚才是你忘了吗 我走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哥 哥 你醒醒啊 哥 总经 你醒醒 不能再睡了 哥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还好你没事了 没事了 哥 你都不知道 这几天 朱朱姐姐彻夜照顾你 连觉都没睡呢 朱朱 谢谢你 说什么谢谢呀 你应该说我爱你 死丫了 从哪里学的 我只告诉你啊 可不许早恋了 朱朱姐姐你看他 佳佳为了你都哭红了眼 别这么圈牌了 就是你看我眼睛都肿了 他还背负的不错呀 大师 我当时应该找你算一光 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龙家两父子倒死了 龙家两父子倒死了 不对 你身上没有血气 人不是 无B啊 这都看得出来 人确实不是我杀的 是那个伍爷干的 我的伤为是被他打了 伍爷 怎么会跟他有关系呢 我跟你说 那人脑子有病 非要让我当他儿子 我不肯 他就要杀了我 我那块血玉呢 这个吗 大师 这块玉奇怪的很 我当时差点变得伍爷杀了 是他救了我 您看看 是上面的血是你的吗 你脚子还真是走了大运 我之前说过 这块玉是阴血城 但是我还有一点没说 它同样也是一块灵玉 灵玉 这块玉是吸收天地灵气所知 本有驱邪化善 但是被人封印了灵气 拿去炼制成了邪物 也就成了害人之物 之前我施法驱除了 他身上的邪气 没想到 他被封印的灵气 竟然被你小子的邪给捧开 我看过这种小说 那这块玉的灵气 也被我吸收了 不是 这玉有灵性 还应该任你为主 你长期佩戴着他 或许有一天能为你损 怪怪 又是兔师爷 又是灵玉 我不是在做梦吗 哥 你好厉害啊 你以后是不是要当神仙啊 我要是神仙啊 你就是仙女 可是 这五爷不是善罢肝羞之人 你打算怎么办 我伤他也不轻 短时间内 他应该不会来找我麻烦 没事 走一步看一步嘛 何况 我可有大师给我算卦 这算卦可不是吃饭啊 你以后得付钱 你说什么 我说你算 五爷 那天我看得很清楚 你已经快要把他打死了 但他突然又站起来 被教你 你想说什么 我是觉得那张天太怪异 怕是不和对付 怕得 你打小就跟着我 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 五爷 您别误会 我只是怕 怕 记住 在我赵氏的字典里 可没有怕字 给我好好查查 这个张天 我要让他主动 送上人潮 是 这俩都跑哪去了 我书院也不让来接一下 没良心 拜拜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都等着你半天了 你怎么进来 我当然是 走进来的 出去 哎呀 你干嘛对人家这么凶呢 整天啊 我都知道错了 自从跟你分开之后 我才发现了 你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男人 当你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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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可以是 你 你许家彩礼可是不少啊 我怕是拿不出来啊 你不是 有一块宝石吗 怎么搞没钱啊 你是说那块有一种飘花翡翠 对啊 你不是有一块宝石吗 那我要是把宝石送给你 你会怎么报答我 送给我 那人家 整个人都是你吧 你想怎么样的东西 我嫌你走 有一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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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在干什么 你对不起初初姐吗 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 我们正在亲热呢 没看到呀 还不赶紧出去 不要脸不要脸 哥你太过分了 初初姐对你这么好 还想着给你过生日 你呢 你就这样对初初姐 我不是 你是这样的 初初 别走 你要是再缠着我 别怪我你你不客气 滚 初初 你这个坏女人 都怪你 初初 有什么好见识的 我跟她真的没有什么 是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想要我的翡翠 所以我就耍耍她嘛 傻她傻到床上去了吗 哎呀不是 我也是脑子一冲 我下次保证不会会这样了 张天 我对你太失望 以后不要来找我 哎不要呀初步 我发誓 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发誓 如果要说谎的话 我就天打一拼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吗 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还是死了算了 啊 张天 我最讨厌欺骗 也不像上处理感情问题 所以请你诚实的告诉我 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 初初 我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 好 那我就相信你这一次 哎呀 初初 你放心 我是不会负你的 毕竟 我彼此第一次 彼此 自然以后 我们就再也不 也不 今晚 想着没你 最后一道菜来了 初初姐姐 我哥做饭可好吃了 你以后可有口福了 哎呀别夸了万人做的不好吃都丢人 哥 你以前可是天下第一次练的 现在怎么在初初姐姐面前变谦虚了呀 哎呀 闭嘴吧快吃饭 快尝尝 哥 我想咱爸了 要是咱爸也在就好了 哎 我给咱爸打个电话吧 几点了 来给咱爸个事 哎 爸打过来了 你看吧 我跟爸真是心有灵犀 来吧 家家 晓天 爸 爸 爸 哥 哥 走 你不是谁 快咱们住手 张天 好有福气 快咱们 走谁 你就干什么 做什么 张天 你让我很不开心 我自然要拿你在意的人寻寻和心了 我 下一个 会是谁呢 你的妹妹 还是 你的亲爱 你干 我有什么不敢的 阿德 张神 你要是敢动我爸一根手指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可不要他的手指 我要让他变成废人 啊 爸 哥怎么了 就是我对我杀你呢 哦 我给你机会杀我 半小时后 去东郊仓府 要是多一秒钟 我就将他的口 砍下来 红旗 周深 喂 周深 周深 怎么办啊 我现在你 哎 张天 你冷静一点这是个陷阱 陷阱我也得去 我爸就死了 对不起啊 我太着急 要不我们报警吧 没有用的 你也说过了 赵神在封城一手折天 叔叔我必须得去 那是我爸 我不想让你去 我不想让你去 但是爸怎么办啊 别怕 有我在 我一定会把你妈带回来的 初初 去吧 一定要护车回来 将秘密激劳吹过你发烧 在靠近你耳朵 说给你好 我知道一切缘分 都真好 快走 爸 我已经来了 快把我爸放了 爸 放心 我不会要了他的命 我要的 是你的命 上一次 你逃走了 这一次 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 阿德 是你的拳头快 还是 我的枪快 去撞他 再叫下去 肯定会被打中 我 说是枪快 还是全 我 我早就知道 会是这样 提前穿了 黄蛋衣 我被人家 我被人家 出去看 小天 不要 不要 快走 不要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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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 要是帮我的儿子 还多好 金钱 权 权力 和地位 我都可以给你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 我不是说过了吗 你叫我生大妈 或许我会考虑考虑 哈哈哈哈哈哈 果然有哭泣 可惜呀 不能为我所有 那就死在 我的手里 小子 希望这次 你遇难 小天啊不要 我 那就只有死在 我的手里 流血性 不过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少死吧 你 你究竟 是人 你是 鬼 我当然是 你鬼 爸 爸 哥爸爸 没事吧 你没事就好 下读吧 好 臭小子 拿背着老爸求 姑娘 别答应他啊 你怎么拆我台呀 害怕我放下 小心点爸 你 你傻小子 白看来弄到电视剧了 哪有电视剧 快快跪一下 初初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去媳妇了 他一起会儿叫我 你 你 你 还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